Hello,大家好,浪子走中国,用脚步战略中国 我现在来到福建泉州的少林寺 泉州少林寺又被称为南少林 说起少林寺,我们都知道河南松山少林寺 因为李连杰主演的一部少林寺的电影 让少林寺闻名侠耳 我小时候和李连杰主演的少林寺 就渴望在少林寺练两年少林功夫 这个视频我就带大家走一走 南少林,泉州少林寺 泉州少林寺又名郑国东禅少林寺 俗称南少林 始建于唐朝,新圣于两宣 至今有上千年的历史 经历几度心肺,死寂游臣 这边一个佛字 我们先穿观一下少林寺 等一下会有少林功夫的表演 在上午的11点到11点半 这边是古楼 前面是天王殿 供奉弥罗佛和四大天王 孝银八方来赫 这边是中楼 跟那边的古楼相对 灯法王座 南少林是清幽之地 是练功夫的好地方 前面是少林禅寺 前面有两头十狮子 有很多游客来这里烧香祈福 寺庙建筑 雕梁画洞 整体气度不凡 上面是观音阁 我们可以看一看南派的少林寺 跟北派的少林寺 有什么区别 德大自在 观音阁 观音阁气势恢宏 南少林依山而建 我们实践而上 在上面可以浮汉整个南少林的全景 从这边上 古墓参天 这边是浦贤阁 这边是文书阁 鲜花也害得如此的娇艳 从这边上 真的是佛门清静之地 环境好优美 悦德门 这个石雕好精美 中间的是释迦摩尼 中间的是释迦摩尼 从这里可以看到 整个南少林的全景 这里的环境好清幽 这有一棵古树 菩提树 前面就是长津阁 这里就是南少林的后山 南少林的后山也很美 鲜花 鲜花 装点的好漂亮 这里还有莲花 这里还有莲花 这里的视角太好了 还可以坐在这里喝茶 这里是方丈禅室 很清幽 这里是南少林的后院 这边是种的菜 环境好优美 鲜花盛开 那是少林和尚练功夫的木桩 前面是天龙阁 前面就是演舞厅 没有赶上练舞 很遗憾 这里就是泉州南少林 这个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让子在穷游中国的路上 我们下个视频 不见不散